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日灣區新聞 首先帶您看到今天節目的主要內容 川普不滿意參議院的夢想生協議 重申邊境安全 神韻票房火爆席卷北美 立造全球一文七記 挽救濱微物種 加州的漁獵局放生三文魚 希望官方認同中國新年 加州議員提出法案 週四下午 美國參議院完成了一項兩黨共同參與的夢想生協議 這是在總統川普305聲要求夢想生協議 必須包含邊境強撥款之後達成的 但是川普審約後 批評這項協議倒退了一大步 怎麼回事 帶您瞭解一下 川普總統不斷強調 要求任何夢想生法案中都必須包含邊境強撥款 但在週四 由兩黨六名參議員合作撰寫的夢想生協議 卻並未讓川普滿意 川普週五發推文說 所謂的兩黨夢想生協議是一個巨大的倒退 邊境強撥款不利 臉是移民和綠卡抽籤更糟 要讓美國從高犯罪率的國家接納更多人 川普重申 我要的是以技能為基礎的移民系統 能讓美國實力上升一個等級 他批評民主黨阻撓議程 不關心美國人的生命和安全 目前的預算只能支撑聯邦政府運作到1月19號 但民主黨並未表現出在邊境強問題上有明顯讓步 因為他們覺得不必要也太花錢 而在本週三 眾議院共和黨提出的另一份移民法案 切合總統要求 但必須獲得一些民主黨加盟才能過關 白宮表示他們有信心最終得到滿意的協議 周五川普總統還接受了任內首次官方體檢 測量血壓 血糖 心率等健康指標 但並不包括主流媒體炒作的精神檢查 白宮表示川普總統將公開詳細體檢結果 新唐人記者李大宇采訪報導 美國國家森林局在週五確認 加州史上最大的山火托馬斯山火 在歷時40天以後 終於得到百分之百的控制 帶您一起來回顧一下 自2017年12月4日 托馬斯山火在南加文圖拉縣爆發以來 山火一發不可收拾 在乾燥天氣和聖安那大風等環境下 山火迅速向西北蔓延 短短3日就燒掉了超過11萬畝的土地 12月9日 托馬斯山火進入聖巴巴拉縣 12月11日 過火面積超過23萬英畝 山火曾一度迫使近10萬名居民從家中撤離 隨後 聖安那大風逐漸減弱 火勢也漸漸得到控制 12月23日 山火停止蔓延 但直到2018年1月12日 托馬斯山火才正式被完全控制 在山火蔓延的這40天裡 燒毀的土地面積超過28萬英畝 成為加州史上規模最大的山火 同時 還有1000多棟建築被摧毀 一名消防員喪生 山火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2億美元 但這還不包括山火後 暴雨催發的泥石流所造成的損失 新唐人記者李子文 洛杉磯綜合報導 本週在賭場熱鬧舉行的全球最大的電子展上 有哪些產品讓來賓們流連駐足 百看不厭呢 我們一起隨記者到現場 去看一看三維電視和投影儀 空中出現的彩色三維影像 吸引了眾多來賓們駐足觀賞 體驗超視覺效果 這個三維投影儀是本屆展場最受著目的商品之一 部分跨國大型企業已經開始使用它來營造 造出特殊情境與效果 我們已經在50個國家 我們現在有約17個國家 目前每個小投影儀要價約為3240美元 而使用者可根據需求 一次選用6個 9個或24個投影儀 不用戴特殊眼鏡 就能在自家電視上看到三維畫面 也是人們在不久的將來就能實現的願望 在本屆電子展上有數個廠商透過不同的技術 推出了類似的新產品 基本上這個技術是十年代的 但他們從事實上沒有成功成功 因為在創造的重點 這種三維電視因為單價太高 目前在法國只租不賣 事實上網路上已經有三維影片可供下載 也有簡單軟件讓人自行創作 新台記者黃文華美國拉斯維加斯採訪報導 像人一樣小狗也會感冒的 最近令狗主人擔心的狗狗流感 已經散播到了全美國的46州 包括紐約州休斯頓以及德州 獸醫建議為狗狗要接種新的疫苗 狗狗流感具極高的傳染性 初期症狀包括咳嗽打噴嚏 沒有胃口失去活力呼吸困難等等 嚴重情況可能造成併發症感染甚至死亡 狗狗流感傳染的途徑很多 狗狗之間接觸共用碗和玩具 或是藉由空氣跟人類碰觸都有可能傳染 目前流感已經快速散播到全美46州 根據犬流感網站 對於這次的新病毒 狗狗本身並沒有自然的免疫力能抵抗 建議狗主人都能為愛犬接種新疫苗 不像人類的流感只維持幾個月 狗狗的流感可以持續一年以上 新唐人記者王雲赫綜合報導 美國股市從開年以來便不斷的上演牛市行情 週五 美股再度的大漲 並且再一次刷新歷史新高點 川普減稅政策持續發酵 週五 美股開盤後一路走高 道瓊斯指數更飆升超過228點 最後三大指數紛紛大漲 並且再創歷史新高 全部看起來很好 我們有低職業 低職業 收盤時 道瓊斯指數佔上25803點 標普指數收在2786點 納斯達克以7261點作收 新唐人記者唐浩綜合報導 獎育國際的神韻藝術團 2018年度的世界巡迴演出 從去年的12月22號開始正式拉開圍幕 神韻旗下的五個藝術團 首先在北美各大城市同步登場 並且紛紛締造了驚人的票房表現 短短二十幾天 神韻所到之處 都傳出劇場爆滿 一票難求的轟動盛況 主辦方不得不臨時加演加作為 才能滿足當地觀眾的熱情 帶您看到 2017年12月22號 神韻在德州第一大城市休斯頓 拉開了全球巡演劇目 連續十場演出 場場爆滿 所有門票銷售一空 各界精英紛紛慕名入場 在加拿大的最大城市多倫多 神韻在四季表演藝術中心演出 地道連續八場爆滿票房 主流精英為之驚嘆 非常精彩的無敵 很精彩的 很精彩的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的 很精彩的 神韻在建造 我們幫助我們 提出 感動的 功能 最主要 在打舞 衣服 在到美西的旧金山 神韵在七天内上演八场演出 同样一票难求盛况空前 轰动当地的主流社会 中国的心 有声63 从新纽金山 看出演出 练习的 专门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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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 专业 专业 我开心 知高 专业 敏 专业 专业 专专业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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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城市也不慌多让 包括加州的圣河西 沙加缅度 弗雷斯诺 德州的达拉斯 沃斯堡 圣安东尼奥 以及北卡州的夏洛特等 也全部场场爆满 神韵缔造了全球艺文界的罕见奇观 如今神韵来到纽约 还没开演就先上演惊人的火爆票房 原定的十场演出几乎常常受庆 主办方紧急宣布加演四场 直到周四首演当天 主办方还不得不临时宣布加开座位 才勉强满足观众的热情需求 哦 它是美丽的 它的操作品 非常美丽 而且它的舞台还非常棒 而且它的喜悦 他们有这么喜悦 在这种做的事 它是美丽的 它出现 它的喜悦就是出现了之后 我爱它 非常感受到的 非常感受到的 纽约州近80位政要发出褒奖或贺词 欢迎神韵第12度历临纽约 而神韵从1月12号到21号 仍将在林肯中心上演13场演出 新唐人北美记者站综合报道 之后我带您看到挽救宾威物种 加州渔猎局放生三文鱼 近年来北加州野生的三文鱼类大量的减少 为了挽救宾威物种 增加野生鱼类的数量 周五 加州的渔猎局在湾区北部的红木溪 放生人工饲养的三文鱼 我们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加州渔猎局的工作人员 将一条条三文鱼转移到临时水箱 再由志愿者运送到不远处的溪流 这是渔猎局连续第三年 在湾区北部临近木耳海滩的红木溪 放生人工饲养的成年三文鱼 志愿者们轮番上阵 接地将三文鱼放归细流 当天放养的品种叫银龟 共有两百多条 每条35到50公分长 三到八磅重 正值野生鱼类回游的季节 他们将寻找伴侣繁殖后代 由于加州过去几年连续干旱 溪水水位下降导致银龟数量锐减 渔猎局三年前启动银龟复苏项目 与国家公园一道挽救这一冰危物种 我们不知道什么会是长期的效果 它永远不明显在生命中 它永远都能救了永远 但是我们很厉害 我们在这个项目中 新唐记者林萧嫣李书健 班军马林县采访报道 加州以华裔为主的亚裔人口众多 都有着过黄历新年的习俗 周五加州参议员薇善高和潘君达宣布 将提出一项法案 要求加州官方认同黄历新年 期待以后变成法定假日 这项SB892法案由旧金山选区的 参议员薇善高和沙加缅度选区的 华裔参议员潘君达共同提出 将要求加州官方认同 中国人传统的黄历新年 如果经参众议员投票通过 州长签字后就将成为法律 黄历是中国文化中原本的立法 相传被皇帝所创立 因此称为黄历 之后被历代皇帝所沿用 因此又称为黄历 加州有600多万华裔 在旧金山 亚裔占总人口的35% 其中华裔最多 每年中国新年 很多家庭都保留着过大年的习俗 我们在旧金山的学校 已经开始教每个旧金山的学生 为什么这个节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在加州 人家也会学 这个过年的时候 这个节对我们这个华人 对这个亚裔人 为什么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国家去这种精彩的步骤 我觉得是很美 因为希望其他地方会跟着 今年的黄历新年是2月16号 民选官员们手拿春联 预祝华人度过一个幸福祥和的新年 新唐人记者景亚兰 云伟旧金山采访报道 之后带你看到首位华裔女飞行员纪录片 展现华人飞行史新章节 华裔导演梅展红耗时三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记录1930年代 首位获得美国飞行执照的女性华裔一名 张瑞芬的传奇人生 该纪录片也在各影展当中融获不少的奖项 我们带您了解一下 张瑞芬在中国广东省出生 十多岁时来到美国留学并成为移民 大学时期以音乐为专业的她 本来一心想当钢琴家 却在机场旁练习开车时 迷上飞机起飞降落的瞬间 但它并没有发生的正确 我认为她结婚了 她有几个孩子 她有两个女孩 然后后来十年 当日本人冲出了中国 在1930年 然后开始战争 那是当中国人 想要聘用中国人 去学习成船 她并没有允许他们 因为她是女孩 然而面对重重阻力 张瑞芬没有放弃梦想 反而在父亲的支持下 顺利开启了飞行员之路 Kathryn也认为 如果不是第一个中国女孩 去飞行船船 去飞行船船 她在飞行船船上 然后转船船 这种飞行船船 在13年的飞行生涯中 她创下全美第一位持有私人 商业和特技三种执照的女飞行员 也是首位受邀加入有美国第一位 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 埃尔哈特组织的国际女飞行员组织 99人会 张瑞芬于2003年在加州的家中辞世 享年98岁 但她的传奇事迹已经被改编成动画 电影和舞台剧 梅展宏表示 她希望透过纪录片 呈现历史与华裔的成就 并激励下一代勇敢追梦 新唐人记者王滋意 洛杉矶采采访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带您看到今天的湾区新闻解讯 12号旧金山湾区又出现大雾 久久不散 因为能见度太低 原定下午1点20分到达旧金山机场的 一架从德国飞来的A380大型客机 在空中盘旋30分钟后 因燃料不足而在奥克兰机场降落 加油后又飞往旧金山机场 并在4点前顺利降落 本周末 湾区将迎来大晴天 根据国家气象局的预报 预计从下周二16号开始 湾区将再次迎来降雨 流感席卷加州 死亡人数达300之多 是去年同期的10倍 流感一般从10月开始至5月结束 而2月通常是高峰 加州今年的流感来得异常凶猛 据报道 在所有年龄中 洛杉矶县已有36人死亡 圣地亚哥县则有91例 在旧金山湾区 流感死亡人数也开始增加 目前已经有50人 新台人记者于伟综合报道 之后带您去看周末新天推荐 《华盛顿邮报》和飓风营救 又到了我们周末影院的时间了 本周有一部备受关注的电影上映 由斯皮尔伯格指导的新片《华盛顿邮报》 另外 以动作片《飓风营救Taken》系列 再度翻红的男星 蓮姆·尼森 注演的新片《通勤营救》 已将在本周上映 日前 奥斯卡风向标之一的 美国国家评论学会奖 公布了颁奖名单 《华盛顿邮报》拿下包括最佳影片 最佳男主和最佳女主在内的三项大奖 当然 对于斯皮尔伯格加汤姆·汉克斯 以及梅利尔·斯特里普这样的豪华阵容而言 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 本篇故事聚焦于上世纪70年代 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 1971年 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 将一份美国政府借入越南战争的机密文件 通过《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对外曝光 引发轩然大波 影片故事就聚焦于在文件公布前 《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资深记者 和当局博弈的过程 该事件也标志着尼克松政府名誉扫地的开始 而随后爆发的水门事件 更是直接导致尼克松下台 再来看动作惊悚片 通勤营救 本片很可能将是连姆尼森主演的最后一部动作片了 在今年多伦多电影节上 连叔透露自己已经65岁 准备跟动作电影说再见了 故事背景设定在一列通勤列车上 尼森饰演十年如一日 搭车上下班的商界人士 当他偶遇一名神秘女子之后 被引导参与一个危险任务 陷入了无法预知的致命境地 尼森能否从这辆恐怖的死亡列车中成功逃脱 这一切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天密谋 随着列车的不断加速真相主义揭开 新唐人电视组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湾区新闻 祝您周末愉快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